20天连涨20倍的游戏小战GME 在上周从400美元暴跌至只有65美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2月8日星期一 我是Mike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重点就来说一下 在1月份一场火爆的我们说的是散步之王 这个美国的游戏小战GME 这个股票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们重点说过 它在1月份用了20天时间从20美元爆炒至高达400美元 那么之前我也其实在上周的节目中 我已经跟大家明确强调了 我个人认为从400美元下跌 不是一个会还是不会的问题 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有无数的散户和游戏迷 在支撑着我们说的GME的股价 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散户来说 它们不论是时间或者说是共同的执行力 还是资金上来说都不可能长期持续 所以在上周一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到 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 应该去尽可能做空GME的股票 它肯定会下跌 而且是下跌至100美元以下 但是我还是偏于保守 我的估计甚至在上周还说到可能是要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仅仅用了一周时间 GME的股价就从400美元暴跌至了 在上周四最低的仅有60美元 所以我们也看出来股价从400到60美元的暴跌 跌幅是高达了85%之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跌幅呢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这并不是因为什么美国华尔街或者是机构在割韭菜 实际上在从上周一开始我自己也找遍了几乎我认识的所有券商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一家可以让你做空GME 所以说在上周一到上周四的这轮暴跌之中 并不是由于机构做空 而是什么呢 而是由于之前已经买入这些股票的股东 是他们卖出了手中的股票 导致着这个股价出现重大下跌 所以说对于我们没有参与的人来说 这个时候想做空它根本都做不了 只有你手里持有这GME的股票 你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论是因为盈利平仓 还是觉得它会下跌 还是觉得其他的一些原因等等 你只有卖出手里的股票 而且卖的人是非常之多 才能把这些股价从400打至65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散户的行为 或者说一时的冲动 一时的盲目行为终将不可持续 无论是一个股票的价值 还是一个黄金啊商品啊原油啊等等 它的价值最终将会逐步趋向于其 其当时真实的价值 你说当时这个做空的机构香园 他说呢GME不止20块钱 只值10块钱 导致散户和游戏民意愤怒 把它炒到400 它真的值400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说它的股价其实高于100以上 那就可以做空 但是呢由于这个机制的问题 或者当时已经过热 机构呢已经没有办法做空 由此我们打出了第二个话题 就是呢是不是这个赚几倍赚几十倍的回报率 它是一个正常性的 相信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知道2020年爆发了疫情 随之而来呢就是全球的经济打衰退 政府和央行救市等等 导致呢很多产品的股价出现了巨幅波动 不能用大 要用巨大来行动 我们就不说比特币了 比特币从2万打到3000 3000打到现在4万 我们就说像这个广为人质的特斯拉 也从呢300400到现在呢 这个如果是算上 不算它这个一拆五的话 现在就等于是4000美元一股啊 4000美元一股 所有的股价 所有的股票 都是上涨至少30% 那么像我们很多可能身边的朋友的朋友 邻居的表哥啊 或者说是哪一个哪个道听途说 他赚了三倍 他赚了十倍 就让我们自己觉得呢 赚三倍赚十倍是很正常的事 你觉得可能吗 怎么可能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 也许我们运气好 是因为大环境 帮助你某一个产品 赚了50% 赚了一倍 赚了三倍 甚至于赚了十倍 但这个绝对是不正常的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股神 赚了一次三倍五倍之后 我希望今年2021年 所有的产品都能赚三倍 都能赚五倍 如果你是这么想 那基本上呢 你就离着爆 我们说的爆跌也好 巨亏也好呢 已经不远了 一个合理的回报 我们就不说巴菲特的30%了 我们说在澳大利亚 正常的投资回报 只要是高于10以上 年回报率高于10以上 那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这么多人去抢房地产 房地产的房价价格一年上涨 也只有8%到10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你说一年赚了三倍五倍 300%500%的回报 合理吗 正常吗 肯定不对 所以我想说的是2020年 是因为整体的环境 是因为特殊的市场 在帮助你 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 所以当2021年也好 2022年也好 当市场逐步平静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看出来 是谁靠着自己的能力 把回报率能提得比较高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能看到谁在落率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话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